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农村找媳妇更强调的是实用性 也就是说这种稍微胖一点的 体力好一点的 她能下地干活啊 对吧 你娶回家来又不是摆着看的 再一个就是说一般胖一点的 她这种生育能力可能会比较好 所以婆婆也喜欢的 反过我们城里啊 你会发现很多男人都喜欢这种苗条 甚至是瘦弱一点的女孩 她觉得这样有一种五感类 其实这个更多的是一种审美的取向 而不是说从那个实用性的角度来看的 那下一句话叫女看男看毛 也就是说这个毛啊 就是指男人的头发 有人找男人喜欢找这种头发茂盛的 因为她觉得这样的男人身体好 能干活 体力好 所以啊 干活是农村找就像了一个重要的标准了 但是关于这个男人的毛发问题啊 之前我还特意讲过一期 就是关于男人这个泄顶现象 其实很多这个科学的研究表明了 男人正是因为这种寻性激素分泌的过于旺盛 所以才出现了泄顶的现象 换句话说就是泄顶的男人反而是身体更旺盛 这种男性魅力更强一些的 还有一种说法叫聪明者 如这样的男人他们的智商其实超高呢 所以很有意思啊 我发现城市跟邻村这个审美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那你喜欢哪一种呢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段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分享收藏转发 有什么话在下面给我留言哦